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打的这个球榜是斯蒂卡的球榜 然后正手打的是狂标的海绵 反正打的是蝴蝶领舞的海绵 然后这个榜是今年新出的榜 然后也是我改了大球以后换了一款加碳素的 以前我打的是纯木的 然后这个也是换了大球以后改了一下 稍微试了一个榜 我是横盘 横盘抓我就是跟说白了就跟抓握枪一样这种 对 然后就是像切菜一样拿刀一样 就是我把横盘 就是我把 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同吧 有的人可能会偏正统的 偏反手一点 但我可能就是还是比较适中一些 发球的时候对 发球就是这样 手可能也不像拿盘这么抓这么死吧 然后就是稍微的松一点发球 然后发完就过来了 很顺手就过来了 特别顺手一发完就这么做 不败了 我就不败了 哎呦 我不行 我这仿的呀 这样 我给他看 一看下去就不帅拿这怎么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么一个关系 我觉得场下大家都是朋友 但场上可能就是对手 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天天都在一起训练 包括像我们也要打一些团体赛 不可能就是你都是单打嘛 所以大家还有 有的时候你还要配双打 所以两个人的默契球 就必须得就犹如一个人 就这种 像我在巴黎跟刘诗文打的时候 2比1领先 第4级10比10的时候 我反手拧拉一个直线 我觉得这基础 我练了4年了 都没练 都没嫁进去 我从来都不会这个拧拉 然后我觉得那天就是这个球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 我当时会往那拉 下来以后我也在想 我怎么会往那拉 我也不知道 所以可能当时就是 打到那个点上了 可能就仁义坚定了 反正我就这么做了 我从小性格就可能比较男孩子 然后楼梯凳 我就一下能上下蹦 五六凳没问题 然后我就在我妈单位呢 就有一个乒乓球培训班 然后呢 有启蒙教练就看上我了 他说你挺有运动的这个天赋的 然后你看就弹跳力装都挺好的 我带你去打打乒乓球吧 我说我不去 他就给我拽去了 我说我不要 我不爱打乒乓球 我说我不愿意去 然后他说就去吧 然后因为小的时候都是玩嘛 去了以后看那些运动员 在踮球 可能都学了两个月左右 还踮不起来呢 后来我说哎呦 这这么简单 我说拿来我给你踮 我就下来就能踮了七八个 那教练这就真是挺有点那种天赋的 然后说那你拿个拍子来打两下吧 我就这么一打 就能碰上六七下 一直这样教练 真是挺有那种 也有铁武天赋 我手感什么 然后一般人都碰不着球嘛 小孩 后来我说没意思的 我说走了 我还可以大点捡球嘛 因为大点打球再捡球 就反正就是玩嘛 然后就一下捡到台子底下的球了 再坐在底下的球 然后一进去了以后呢 就觉得声音 这个从此以后就 就因为这个声音以后喜欢上平方 就是球台跟球就叮当的这个声音 哎呀 完了 这一下就不行了 无法自拔 特别特别喜欢那个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声音以后 然后我就感觉 我觉得对这平方球就非常痴迷 我觉得那会儿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就是觉得 我能为国家去做点什么 我就是这种感觉 中国的国企 中国的国歌 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还是非常 然后我就在我妈的单位呢 就一个乒乓球培训班 然后呢 有启蒙教练就看上我了 他说你挺有运动的这个天赋的 然后你看就弹票力装都挺好的 我带你去打打乒乓球吧 就觉得我身后 是中国十三亿人民的支持的 所以就觉得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能够代表国家出征比赛 跟你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那会儿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就是觉得 我能为国家去做点什么 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从小性格就可能比较男孩子 然后楼梯凳我就一下能上下蹦 五六凳没问题 然后我就在我妈的单位呢 就一个乒乓球培训班 然后呢有启蒙教练就看上我了 他说你挺有运动的这个天赋的 然后你看就弹票力刚刚都挺好的 我带你去打打乒乓球吧 我觉得前面的时候我觉得 你说是有天赋吧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 要有后天的这个勤奋和努力 刻苦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后天 才能把我这个潜力 能够挖掘出来吧 我觉得输了以后 当然我觉得会有一些难过吧 因为我觉得毕竟是输了嘛 这么长时间的付出 我觉得也没有回报 就是还会有这种失落感 但我觉得不管是成功与失败 我觉得能够参与到这个 竞争的这个环境当中来 我觉得我们都 我觉得还是觉得 你能够为中国出展 穿着中国 带着中国国旗的衣服 我觉得你去最后能够松 中国的国旗 咒中国的国歌 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还是非常自豪 基本上是港台剧多一些 你是放了往外里 还往里松 比较喜欢喝在咖啡厅喝喝咖啡 然后逛逛街 然后跟朋友们在一起 能够聊聊天吧 好 完赛以后 去那个Dipaymore逛街的地方 然后稍微逛逛逛 非常大 然后我觉得一天时间好像逛不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